家人们最后我们还是没有能赢下那场比赛 女足已经很尽力了 但是结果还是不如人意 最后结果 6比1呀 6比1 英格兰队的 我觉得分析一下 第一是英格兰队的体型特别的壮硕 就是说他们完全是压着打 第二 我个人是不太认同水教的这个安排的 水教的安排是上半场先与敌人周旋 然后他安排的是下半场在下半场在主要进攻 但是我个人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上半场我们有气势 有体力 有信心赢下比赛 毕竟开端都是0比0的 就比较有更有信心更有气势 而且体力肯定是比下半场更加充足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进攻应该是黄金时间 你看吧 如果上半场我们不进攻 如果敌方进攻了 那么他们肯定就是说 如果进了球 那对我们球员的信心是很有损伤的 气势也肯定是有损伤的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上半场我们不攻 让对方捡了漏 进了球 那么我们下半场 就是说气势 信心也不是那么足了 体力也不是那么足了 尤其是对待英格兰 第一 他是小组赛的第一 而且人家本来踢球技术也好 体格也有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水教今天不太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换人也没有把握好 他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中段 上段中段都没有换人 是到最后加十几分钟换的人 虽然加持有十一分钟 但是那个时候换人有什么用呢 那个时候换人我觉得是 根本作用不大的 他们下面很多 比如说小玉仪啊 他们根本都没有上来 根本都没有上来 我觉得他们下面的人 替补完全可以换 上来换一换 比如说王双体力不好了 你真的可以把王双换下去 王双进了一个点球 人家别了大半场了 肯定是体力不支了的 你还让人家在场上 下半的精力充沛的替补 你不要 我觉得这点就很不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换球员的时间 你下半场你就应该稍微 下半场中场的时候 你看到局势不利 就应该稍微换一下球员了 他没有换 他是在加十的时候换的 他加十的时候嘛 你再怎么嘛 你也扳平不回来嘛 你说你在下半场中断的时候 换一下嘛 你说有可能 他们精力好的体力好的 还能扳回几个球嘛 也不至于差距那么大嘛 算了吧 我这个也不是特别懂球的 也就不做什么批判 我还是觉得 还是支持他们吧 毕竟人家也有人家的选择 我这是只是我个人的判断 外边已经有人在喊了 尤其是他们回来了 中国女族加油 无论成败 我都会支持你们的 尤其是皮皮 加油 不懂 也不买 还是不轻益的 都会帮助于你 停